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港交所新數據中心的典基儀式 新數據中心總投資也達到15億元 預計明年的第四季就可以投入使用 行政總裁李小嘉表示 新數據中心對香港的金融市場發展非常重要 他說全球多國交易所都積極興建和擴建數據中心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都不能落後 有需要提升系統應付高速的交易需求 對於有部分中小型證券行憂慮 他們的科技系統追不上申訴的中心未能受惠 李小嘉就說可以進一步商討如何為他們提供補貼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陳眼欣報導